2021中国好声音已结束,三强学员也得到了不错的资源,其中冠军五个月签约了公司,并成为了家乡的禁毒大使。 亚军王静雯节目结束不久后,便开始了自己的巡演,继军陈文飞也成为了禁毒大使,同时还发表了自己的单曲。 与网级学员相比,今年节目虽然榜受争议,不过,今年的学员发展势头更猛。 黄霄云是第四季汪峰战队的学员,虽然当年参加节目名次靠后,并且知名度一直不是很高,但她的歌曲非常火,特别是那首《星辰大海》《火遍全网》。 不过,她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,而在今年,她当任中国好声音助教导师后,她的曝光度与知名度都有明显提升。 在参加时装周时,她作为开场嘉宾,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《星辰大海》,可以说对于粉丝而言,肯定是福利。 然后是五颗月,五颗月作为今年中国好声音的冠军,在盲选中得到八转后,就有很多网友认为,她会夺冠。 中国好声音娱乐举办法了十年,前九年的学员,目前依然活跃在娱乐圈的并不多,甚至有很多学员就没有进入,其中包括多位冠军学员。 而今年的节目刚结束,她们便发单曲,开巡演,参加时装周等,可以说,今年她们的资源真的很好。 不过这只是开始,至于她们能否顺利进入娱乐圈,还得看她们以后的发展。 感谢观看